的大醜聞 近週刊社長裴偉 他今天說 錄音黨中是安撫股東的話 有些碰瘋 名嘴就炮轟 這證實錄音代理的話 真的是裴偉說的 行政院長蘇貞昌 公然喊不必查 根本是赤裸裸介入司法 今天是按裴偉 爆出總統籍介入媒體 今天醜聞 曝光了錄音黨裡頭 提到了全市總統籍大咖 我就跟小英總統反映 那邊的狀況 說NCC其實很鼓勵群 總統甚至股邦的人 他是用那個洪耀服作 這個是總統的旨意 但這些錄音黨 到底是不是真的 蘇貞昌喊話說 錄音黨剪接過是假的 這些話難道真的不存在 裴偉間接打臉蘇貞昌 那些東西其實都是 讓股東安心 所以裡面有些東西 也許有些碰轟 裴偉等於承認 這些話存在 只不過有些碰轟 名嘴痛罵 如果沒高層介入 養狗仔的電視台 憑什麼審查通過 民進黨這些高層 哪些東西 有多少人的東西 坐在你手上 你今天說你沒有通天的本領 你太虛偽了 你賠優這個前惠不一 我們會相信你是碰轟嗎 你說你沒有直達天廳 我們會相信你真的那麼無能嗎 那個耀武揚威的樣子 連執政黨都怕你 說我們如果有那麼厲害 為什麼要拖26個月 你們不要講26個月 你們260個月 10年你們都不應該通過 裴偉公開說 總統隔魁介入審兆案 如果純粹是碰轟 蘇貞昌不告又說不要查了 是為什麼 檢調是查還是不查 要他們的權限來處理 會查對不對 我尊重他們的自己的判斷 結論是會查對不對 我們都會很審慎的處理 聰明的檢調難道聽不懂嗎 你這麼強烈的民視暗示 那檢調還真的這麼250 這麼白目的去查嗎 那台灣如果有這個檢調的話 台灣司法就有救了 把蔡英文 蘇貞昌搬出來騙 這麼嚴重的事情 怎麼能夠不查不自清呢 扶願高層一句話 就能介入施壓NCC 蘇院長一句話 甚至讓法務部瞬間不敢喊要查 難道執政者這些驚天醜聞 最後真的是高層說 怎樣就怎樣 記者 黃英俊 李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